1月的最后一天,就在古纳尔官方宣布签约后永永和黎科研纳利斯,两名规划球员的时候,广州恒大也不甘寂寞,效力与毕鲁体育大学的罗伯特肖,也正式宣布加盟。 这位来自毕鲁的华裔,被预外可规划球员中的最强者,广州恒大是在经历了与沙东鲁能之间的激烈竞争后,才如愿以偿得到这一位前场攻击手。 罗伯特肖出生于1997年,祖父是广东中山人,在毕鲁的第一豪门体育大学对效力超过五年,年仅16岁的时候,就已经健身到俱乐部。 这一线队,并完成自己的职业生涯手绣。 作为一名出色的前场攻击手,他代表毕鲁个级别的青年队,都有过出场记录,去年还曾入选毕鲁国家队,不过没有获得上场机会。 所以根据国际足联的相关规定,他依然有权利更改国际为中国的效力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罗伯特肖的转会费,仅仅只是100万美元,这个价格对于广州恒大而言,绝对是非常低廉。 过去的三个赛季,肖在俱乐部的出场时间逐年增加,角色也已经从一名边缘,替补成长为绝对主力。 据悉,他和恒大的合同年薪,将达到百万美元的级别。 这个新球水平与中超联赛里很多国内的本土球员都非常接近。 但对于罗伯特肖而言,已经比他在秘鲁联赛的薪资高上很多倍。 他老东家秘鲁体育大学队的最高新球员,一年也不过25万美金。 转,投恒大,在经济层面的回报,非常有诱惑力。 得到这样一名有实力的球员,已有助于广州恒大对于球队阵容的更新化代。 罗贝托香的适应速度也非常快,就在宣布转会后次日的2月1日,他就已经加入恒大热身赛的阵容中。 正在阿联球迪拜基区的广州恒大队,与白俄罗斯球队布列斯特迪那摩的热身赛。 虽然恒大上下半场各丢一球,以赢比二的比分不敌对手,但罗贝托香的表现,却让人眼前一亮。 身披22号球衣的他,在下半场替主登场,多次上演边露出破的好戏,还曾在翻击中获得一次半单刀的良机。 不过可能由于还没熟悉队友的跑位和习惯,最终都遗憾与进攻良机擦肩而过。 如果调整好状态和球队磨合好以后,他毫无疑问,将成为球队的一把进攻利器。 值得注意的是,罗贝托香披上的恒大22号战刀,上赛季的主人是从北京国安加盟的U23国小堂师。 戴戴卡纳瓦罗的手下,他并没有得到重用,整个赛季的中超连赛,只有五次出场机会。 其中,首发次数更是只有两次,交出一次助攻的成绩单。 而在恒大迪拜东西的三场热身赛上,都没有发现唐师的身影。 在罗伯特销和维士豪本人加盟以后,不知道他新赛季是否还有机会留在球队效力。 因为足写先实行投资贸等政策,恒大也是必要对阵容进行精简。 将文昭和邹正两人,跟唐师,一样,都没有出现在恒大的热身赛阵容当中。 而被征召入国家集市对廖立生,原属于他的二号球衣,现在已被穿到了王上元的身上。 他们几人,在新赛季都存在很大的离对可能性。 日前,恒大已继承返回国内进行放假休整,新年过后将飞行集结, 定战亚洲杯的国家们,也会回归于球队被战先赛季。 届时,恒大新赛季的阵容,就将陆续浮出水面,新赛季加盟的球员和即将离开的旧。